唯士派的見解 跟中彎派的見解 我們做一個初分的介紹 跟說好像讓大家先去了解說 到底什麼叫做唯士 什麼叫做中彎 那個細細細細的 來了解的話呢 是不是我們以前跟大家講說 在介紹中藝的之前就講說什麼 中藝有一點是像預告片一樣 它是介紹了所有的 從外到 乃是到佛教裡面的 毗伯沙宗 金布 唯士 宗觀 可是你說這個就夠了 還差得很多 它的建立或者說法什麼都差了很多 就像我們說 你看一個預告片 你可以把裡面的電影裡面 所有的劇情都看完了 那不可能 看不完 它是把什麼 它最精彩的幾個重點好像把它說 誒 那我一定要去看哦 中藝的介紹這邊等於就是什麼 就是好像說 把每一個宗派裡面 它最核心的見解 挪出來介紹一下就放掉了 它沒有細細細細的把這裡面的 為什麼它去認知 它認知的這個關鍵是什麼 怎麼去成立 怎麼去一一把這件事 它都沒有說了 這個都是後面要去經書上面裡面要講的 這個就只能說 真的就是像一個預告片而已 就是它把它蜻蜓點水的 這樣子點過去來做一點點的介紹